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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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爱情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境 各位请看 跟他在一起这三四年 我每天都在不停地纠结 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 他从来都不会主动地哄哄我 我其实挺在乎他呀 有时候真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我们是异地恋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多陪陪我 多关心我 可是他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给不了我 让我说什么甜言蜜语 我真的做不到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田先生23岁 来自山东车站后勤 女嘉宾范女士22岁 来自山东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说是初中同学是吧 对 关系特好 同桌吗 不是 他坐在我前边 后来说高中毕业之后在一起的是吧 对 高中是同学吗 一个学校的 但是不在一个班 现在明确关系多长时间了 快四年了 怎么了 这不挺好吗 他老觉得我不关心他 怎么觉得这小子不关心你 就是之前我俩是那个高中 高中毕业之后嘛 然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然后两人当时聊得挺开心的 然后后来两人就没多久就在一起了 当时不是暑假嘛 我俩就一起去学车 当时我遇到一个教练就对我挺凶的 把我妈哭了 然后他知道这个事之后吧就替我打抱不平嘛 然后就去找人家教练 然后差点把人家教练给打了 幸亏当时旁边有人拦着 我觉得当时他特别爷们儿 然后觉得挺好的呀 就是特别可以给我一种值得依靠的感觉 明白 保镖 但是等我们俩就是异地练之后嘛 怎么异地了呢 我们俩考大学 他就在我们家那边读大学 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 在武汉 你呢 在雁台 然后两人异地了 之前还可以 就慢慢地时间长了之后 他就一点都不关心我了 四年了嘛 然后他从来都没有去武汉找过我 每次都是我想他的时候 就回他那边 然后去看他 就每次就是我坐硬坐回去找他 有一次我还就是没买到票 就站票 然后就过去找他了 然后他就一次都没去找过我 其实我平常就是问他嘛 我说你为啥不去武汉看我呀 他说太远了 然后太累了还嫌麻烦 其实我当时听了之后 心里挺难受的 我们学校不好请假 而且他回来看我 你们学校一周上七天课呀 上五天啊 对啊 六日干嘛去了 太远了 都不够来回 而且他来看我吧 他还能回家看看父母什么的 我去武汉 人生地不熟的 那可是你放小长假的时候 你也没来找过我呀 你一次都没来找过我呀 那就有一次嘛 小长假我本来说好 是去找他的 那结果遇上就我犯肠胃炎了 然后我跟他打电话说这事儿 我说那个我不舒服 而且室友啥的都回老家了嘛 然后他当时听到之后就特别不开心 然后还在那埋怨我老半天 不开心什么 就是我没答应他回去 然后后来没关心我病咋样 他把电话给挂掉了 我觉得就是一小病嘛 吃点药打两针不就好了 你们那大学四年过生日吗在一起 过过 都是你给他过吧 对 就有一次还特别特别不好 什么 就是有一次嘛 我本来是想跟他说回家 给他过生日 但是我悄悄告诉他 我说那个我回不去了 是因为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嘛 然后我自己就偷偷买票回去找他了 我到火车站吧给他打电话 想让他过来接我 他说就是特别埋怨 我就说你怎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 说你要回来呢 我提前怎么给你惊喜啊 我就觉得 你当时有什么安排吧 我当时也是跟朋友商量好了 出去玩会儿 而且他在武汉回来这么远 为了一个生日 我感觉又没啥不知道呢 那我都自己没嫌远 你嫌什么远呀 我也没说啥不是吗 后来过没过呀 过哪叫过呀 我本来回家之后 我预约给他做那个 DIY的生日蛋糕 然后我说咱俩一起去吧 做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嘛 然后挺纪念意义的那种 然后他又特别不开心 然后不想跟我去 他就跑往外里去 跟他朋友打游戏去了 把我自己丢那儿了 我当时不是和朋友商量好了吗 你回来就没提前告诉我 问你 问你 谁重要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不是 他重要 不是说谁重要 谁重要 我当时在人家商量好了 他重要 他重要去打游戏 我当时不是和人商量好了吗 我不能放人哥哥也 那你就放我哥这样 人家重要还是他重要 我 谁重要 他 他重要 显然说谎 你看你还乐呢 就说他重要他还乐 他平常都不怎么说这种话 这都激动啊 我的天哪 行行行行 这个除了这些特殊的节日 像你们在假期的时候 他对你好吗 还行吧 就是你次 还行 我回家的时候 就是他知道我回去了 还去火车站接我 大包小包的 他还给我拎着 然后把我送回家去 我觉得挺好的 对 你的要求他也真不高 那你今天来这干嘛呀 我就觉得他不如之前喜欢我了 我说咱俩出来玩吧 他说不行 我那个上班太累了 因为他现在上班是那个 上一天休一天吧 我说那咱俩出来吃个饭吧 不行我跟朋友约好了 我说那咱俩见个面吧 他说太累我休息一下改天吧 我就觉得你哪那么忙啊 不是还休一天了吗 咋叫没时间陪我了呀 你现在等于已经回烟台了是吗 没有 我们老家是宾州的 他回宾州工作了吗 那你现在等于也回宾州了 我还没 我还在学校 那你在学校 确实人家也没法见嘛 但是放假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那样 我们不是放寒假 暑假特别长嘛 等于寒暑假 他都不陪你了这臭小子 基本都不陪了现在 为啥 不是 也没他说得那么夸张 假期的时候不是天天也都能 几乎都能见面吧 一小时半小时不也都见了吗 你那天跟我见面 我跟你见面不是想跟你约个会吗 人家小情侣约会的时候 不都牵个手逛逛街 看了电影吃个饭啥的 对对对 你们牵手吗 他走在路上基本不牵我 我手我俩走在路上 就像路人似的 这是为啥 走路就正常走路嘛 吃饭不 吃饭吃快餐 吃快餐 就吃得很快还是只吃快餐 就是吃得特别快 就每一个小时他就回去了 说朋友在等他特别着急 我觉得在他心里 我都不如他那朋友的肉眼 看电影吗 有时候也看嘛 在电影院里拉手不 不拉 拉过手不 没有 你们俩谈了四年恋爱没拉过手 拉过手在电影院没拉过手 就悄悄私底下那种 我就觉得谈恋爱不就两个人的事吗 干嘛非得在大街上 对对对对啊 对吧 我也不是说不牵他手了 对对 你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牵他的手 没人的时候 没人的时候你也牵的是吧 对啊 不是的主持人 那都是我主动拉的他 好你别说了 你是太主动了 这事你也认得 哎呀这孩子 行 我理解了 等于什么朋友圈这些 他就更不会秀了对吧 没有 他从来没带他朋友圈 发了我俩咋子咋子的 他带你见过那些朋友 你们朋友应该都是交叉的 一致的是吧 别说这事 说这事更生气了 咋了 就有一次我们同学 那个初中同学聚会嘛 别人都知道我俩在一起了 然后就特地留出两个 就是向您的所谓 他倒好就 自己把我拉一边 跑别的地方坐了 这是为什么 不就是吃个饭吗 坐哪儿不都一样吗 坐那儿一块同学们都起哄啥的 多尴尬啊 那你跟我坐在一起吃个饭不挺好的吗 平常也光坐一起了呀 那咋同学聚会就不行了呢 你就觉得我不是你女朋友似的那种感觉 没有啊 行 你们俩谈了这么多年了 见过他爸妈没有 从来没有 他爸妈都不知道这事呢 他见过你父母没有 没有 他就特别不乐意 说害怕啥的 我爸妈是啥呀 能把你吃了呀 我不是觉得还小吗现在 见家长就应该结婚了 现在见不早点吗 想结婚吗 现在还没有认识 现在还没想 打算什么时候结 我最起码我工作稳定嘛 我自己能养活 现在自己都不一定能养活自己 你啥时候工作稳定 我也说不上来 啥时候能养活自己 我也说不上来 你现在不把你自己养活挺好吗 越长越胖了 人家是养活的好 你注意这个逻辑啊 我得工作稳定了 把自己养活好了 我才考虑结婚 啥时候工作好 稳定 我不知道 啥时候把自己养活好 我也不知道 话而言之 啥时候结婚我也不知道 是这意思吧 跟谁结婚你知道不 跟她 哎呀 哎呦 她又乐了 你认准了一定要嫁给她了 是吗 姑娘 是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现在跟她在一起吧 就是挺纠结的 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嘛 真的就是说实话挺不容易的 嗯 然后她就从来都不关心我 也不照顾我那种 但是我又觉得就是 这么多年了嘛 就从初中认识 我俩都知根知底的 我就喜欢这种 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 这种谈恋恋爱 然后 可是她就不关心我 我就觉得 她真的 真的不如之前 对我那么好 不喜欢我了 她之前也没对你怎么好 除了我听她 替你出过一次头啊 之后我就没觉得 有什么事了 她给我拎东西啊 吃饭啥的 她也会依着我 喜欢看啥电影 她也听我的 还想跟她交往吗 说实话 我 我想啊 我感觉平时都挺好的呀 那今天她为什么这样 她就觉得我 不是那种喜欢她了 我觉得我和她以前一样啊 你没变心啊 对啊 哎 好主动的一个姑娘啊 我觉得我主动好多年了 她也 那你就接着主动下去吧 别纠结了啊 来来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你和她在一起是初恋吗 是 你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怦然心动 神魂颠倒的感觉过吗 可能有吧 可能有 这在座的年轻人 如果有初恋的 都知道初恋 一定会有这种神魂颠倒的时候 我听来听去 她似乎从来没有找到过那种 热情似火 我以一个心爱的女人 吃不下饭 睡不下觉 深魂颠倒那种初恋的 我们一般初恋的感受 她没有的原因 有可能是两个 一 对你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那只不过情窦初开 碰到了这样一个女孩子 也并不讨厌 就这么走在了一起 二 人都有一种 一旦总是被捧着 被追着 她就轻飘飘了 她对唾手可得的东西 往往没有那么在意 那至于她是因为不够爱你 还是被你惯坏了 我觉得你们自己心里有答案 你们两个 虽然时间久 我觉得感情基础一点都不扎实 只不过是在最青涩的年代 刚好碰到走在了一起 而在应该好好相恋相处的年代 你没有两地相处 没有更多交流和共同成长的机会 主持人问了你很多次 你都说 我觉得她好着好在 帮我拎东西 送我什么去火车站或者回家 我要告诉你 这可不是爱哦 这是一个男人所展示出来的 特别基础的绅士风度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另一个东西认为是 哎呦她爱我啊 她对我好啊 她以前很重视我的 不是 我真的认为 你们应该从零开始 好好地再去回到一个城市 去从头开始 去规划一段人生 去经营一段爱情 你也不要太主动 你也要往前走两步 看看对面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是我的知心爱人 好吗 先冷静一段时间 谢谢 两位都是初恋对吧 对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上一下 恋爱基础课 首先你刚刚说了一个词 说你喜欢这种 知根知底的感觉 对吧 这个完全不是恋爱成功的 必要条件啊 恋爱成功有的时候 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是来自于神秘感 就是好奇 很想更了解对方 然后呢我们越走越近 更多地挖掘认识对方 这个有时候是爱情的必要条件 就是从神秘到了解 知根知底有时候是扣分的 因为没有新鸣 我真的要说 也许也没有那么难过 其实你也只是找了一个对象 在他身上 你也想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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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跟你想像中的一個對象談戀愛 你覺得他老實可靠 是一個英雄會保護你 你覺得他對你很好 是身世會幫你提東西 正如嚴老師剛剛說的 英雄救美 或者是幫女士開車門 披外套 拿重物 是很多男生的基本行為 有時候無關愛情 但是你 卻把這些事情都當成是愛情的證明 我真的擔心 你並沒有你以為的那麼了解他 你甚至沒有那麼清楚 你們有沒有 好好的談過戀愛 你有沒有喜歡上他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他沒有特別特別的喜歡你 是很肯定的 當我們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絕對會想要讓別人知道 他是我的女朋友 我就想問問你了 你說你想跟他交往下去 你知道什麼叫交往嗎 交往並不是 讓一個所謂的女朋友 單方面的對我好 我對他呢 就是勉為其難 偶爾陪他吃頓飯 吃得越快越好 我要去跟我的兄弟打遊戲了 所謂的交往 是由愛意的流動 他不快樂你會心疼 好久看不到他 你會想去找他 這些愛情的所謂他要的甜蜜互動 是交往應該要有的反應 以我的標準 我並不覺得你們曾經產生過 我認為夠愛情標準的情感 你們的青春跟愛情 還沒有開始 好 謝謝柯老師 我嘗試著從我的角度來解讀一下 你眼前這個琢磨不透的男人 我覺得他對你有點情 但是他更對你有意 有情跟有意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男生對你挺仗義的 你們暑假玩的那三個月 我相信沒有什麼太多愛情的實質進展 但他把你當朋友和哥們 所以當你被委屈的時候 他會仗義直言 他就覺得經常跟我在一起的女玩伴 不能讓他受委屈 那是我哥們 然後呢 又經常去給你提重物 接送你等等這些所謂的付出 也是對哥們兄弟的感覺 如果真的是一個男人 要避免自己的女朋友受苦 他即便是在幫你提重物的時候 也會順便搂你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男生對你是有意 卻沒有太多的情 如果說有情 也只是日久生情的朋友之情 有些東西我們沒有必要去騙自己 一個人的眼神行為等等 兩位老師所說的 我也說過很多遍了 就是那些無謂的擔心 無謂的惆悵 無謂的愛護 那是壓都壓不住的 所以你也沒有必要哭 你沒有收穫一份愛情 但你收穫了一份友情 而且是很仗義的一個男生 這不也是一種收穫嗎 還有一點男生 如果你跟這個女生相處了這麼長時間 突然今天站在這個舞台上說 其實我想清楚了 我是不愛她的 這並不是不仗義 這反而是一種真誠 不害別人 尊重別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心裡怎麼想的 就怎麼對她 就是我 你看她哭成這樣 我也沒見到你有多心疼啊 她不一直在哭嗎 我也沒看見你有多心疼呢 那就是愛情 你沒有 好吧 祝你們友誼之路長青 對不對 好像你確實沒聽出來 你是怎麼喜歡她的 男生 今天給她一個明確的說法 就不要再騙自己和騙她了 來一起慶祝那幾天 你們和古方紅糖真情60秒 我覺得我確實是挺喜歡你的 我可能是不會表達 還是不懂浪漫什麼的 我以後盡量 關心你表達一下自己 不行嗎 其實我之前就把我們兩個人之間 那種感覺想像得特別浪漫 因為我喜歡那種 就是特別純淨的感情 我還之前我還幻想著 就是咱俩從校服到婚紗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 你根本就不喜歡我 你根本就不喜歡我 我全都等了 不用再擁打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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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聚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其实挺有悬念的 女生是真的醒悟 还是哭哭就算呢 请开门 来 我跟她说 跟她说 说呀 从来没想到这一幕 她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女人 会离开爱她 爱她吗 我觉得 真爱就追去吧 不爱就到此吧 好吗 请回 谢谢你 好 祝她们幸福吧 今天算是一场 初恋爱情课 谢谢三位老师 来 了解下一对 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俩在一起 快两年了 当初她对我 无微不至的 现在总是不信任我 居然还敢跟我动手 我真的特别受不了 当初只是个误会 我也不想弄成那样 我当初对她那么好 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呀 她现在特别冲动 做什么事都不经过脑子 我已经一再地忍她 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觉得就是她变心了 他们单位领导 还可喜欢她了 经常出去带她吃饭 还送礼物 她都快跟别人跑了 我跟我们单位领导 根本没有什么 就是她太敏感 想得太多 她现在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特别失望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22岁 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王女士 23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两位 我们从健身房认识的 当时就是她一直跟我搭讪嘛 然后我一开始没怎么理她 完了后来觉得 她说话也挺有趣的 锻炼也挺有型 特别吸引我 完了之后呢 就认识了 就交个朋友这样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两年了 现在不信任人家了是吧 不是不信任她了 就是她的领导 我感觉就对她 特别的有那种 有那种情 就是对她不怀好意 你是怎么感觉到 她领导的那种 不怀好意的情的 因为领导老带她出去 应酬啊吃饭什么的 我就感觉特别不得劲 然后平时对我 现在也爱搭不理的了 不是当时 我在这个公司 我因为我也说说 进步很大 然后领导就有时候 会带我出去 跟客户谈业务啊 就是吃饭啊 或者说出差 但是每一次就是 不光只带了我呀 还有其他的同事 并且不光只有 我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就我跟她说的时候 她总是就觉得 你别说你别说 根本就不相信我这种 就是现在她就变成一个 就是特别固执 而且特别冲动 完了之后 我都完全没有想到说 还能动手打我 真的是 我接受不了这个 这是真动手还是 真的在动手 当时就是 因为我们同事聚会嘛 有一次 完了就是之前 她就是总是对我 比较束缚 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让我下班就必须回家 跟同事聚会啥都不让去 后来呢 我那天我就怕她 她这冲动的性子 再给搅局 我就说 我已经回家了 结果呢 她那天去找我了 一看我没在家 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说什么 你要不赶紧回来 我把你猫给扔了 那你明知道 我跟我的猫 我的感情特别深 养了很多年了 我当时我就挺生气的 我说你别动 我说这就回家了 后来我就回去了 回去一看 我还没能问她怎么了 她就先指着我 就说什么 你就成天 跟你领导出去鬼混 就说这些 莫须有的事情 因为我呢 还有其他的室友在嘛 我不想就是 这个事情 搞得大家很难堪 我就说 你先回家 你先冷静冷静 咱明天再说这事 我就给她把门口那边带嘛 完了之后 她特别使劲推了我一下 我当时就摔到 后面那鞋柜上了 后背就清了 特别大的一片 我就感觉 这一个男的 如果说对一个女生动手了 你有在一就有在二 在三 你对我动了手 我觉得真的没有 再继续下去 在一起的可能了 没有了这个 主持人 我真没有打他 我那真不是故意的 因为你知道吗 当天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我问他去哪了 他就说 我在家呀 然后我说在家 那我就找你去了 我一去他家 他根本就没有在家 当时我就想 他肯定又跟他领导出去了 你怎么那么介意 他跟领导出去 因为领导吃饭呢 应酬什么的 老带他 你说干嘛 领导就带你呀 然后还每次送他下班 就有说有笑的那种感觉 就让我撞着过 我就看着就特别 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就让我感觉就是 他俩就有那意思 我绝对不能让他 再这样下去了 为啥呀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 很缺少安全感 因为之前就过生日嘛 然后一次过生日 我俩就约定好了 一起过生日 然后当时我特别高兴地 去超市买了一个暖宝 然后就特别实用的东西 也不值几个钱 然后我看玫瑰也挺好看的 就是买了一支 然后我就去他的公司等他 结果等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他特别高兴地出来了 拿着那么一大捧鲜花 然后还有一些手 就是一些礼物什么的 我一看当时我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因为我拿着那个东西 特别实用 我一穷小子 我能送你 只能送你这些 特别经济的东西 特别实用 那你生什么气呢 我没弄明白 因为他领导送他 那么贵重的东西 我觉得 你确定是他领导送的吗 普通职工 他不可能送你 那么大的玫瑰花 其实跟谁送的没关系 是你觉得自己没面子了 是吧 对 我肯定没面子 因为我就是一个穷小子 当时那天我过生日 我俩已经约好了 我没想到的是我同事 我们同事在我走的时候 突然叫着我 把蛋糕拿上来了 就给我一小惊喜 我挺开心的当时 后来我就留下来 跟他们就是待了一会儿 东西全都是同事们 送给我的 下楼我还跟他说 我刚才同事怎么样的 说着挺开心的 他就没听我再说什么 直接把东西都抢走 直接摔在地上了就 我就懵了 我说干嘛呀你这是要 完了就直接跟我翻脸了 大吵了一架 在我过生日那边 因为他现在接受了 别人那么贵重的礼物 就等于承认了 你的男朋友 非常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能力去给你买这个礼物 那你有能力不 让我感觉我现在 不是 那你有能力不 我有能力啊 那不就完了吗 但是他那种 让我感觉我特别 没有能力 好吧 所以你为了证明你的能力 你做了些什么为他 当时我们两个也是一起 就是共换蛋过 他做过一些小买卖 然后赔钱了 当时赔的挺多的 我说一个女孩子吧 然后我也没有多少生活费 我就省吃俭用 买一些馒头啊 闲菜之类的 然后剩下的钱 我都是给我女朋友 让他来慢慢还债 是 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情 我就是特别感激他 但我没有想到说 他现在变成一个 敏感的不得了 完了特别的固执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太冲动了 就动手这事 我刚才也说了 就太冲动这些事 我都真的是特别让人生气 他动手确实是不对啊 你说的他太冲动 就是这么一回冲动 还是经常性的冲动 这都是九牛一毛 就是因为给我收拾这个事 他就拿这个事 老觉得我好像咋着了似的 就非得说你别从这干了 让我跟他去北京 那我从这个公司 我干得挺好的 我一开始是前台 然后我慢慢 我现在是行政 我觉得就是包括公司领导 带我出去出差 这个是对我个人能力 一个认可 我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啥的 我就没觉得这有什么 这就是工作呀 没有啥私人感情 完了他就说要去北京啥的 我就没跟他去 结果他倒好 他二话不说 就那一个暑假 就直接跑到北京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跟我玩人间消失 我当然特别地担心 因为他现在就对我 爱他不理的那两天 我也换了北京的号 我觉得就让他感受一下 我不烦他了 然后你现在是怎么 心里是怎么滋味 后来 什么脑袋里面想的是 他坐着火车来北京 慢地接地找我 是吧 我也是想这样让他呀 后来呢 后来没有 我就过了两个月之后 我就回去了 两个月 回去之后呢 回了之后我就寻思 我们就领证结婚吧 等于你没理他两个月 你从北京回来之后 你就跟他求婚了 是这意思吗 没有 我就想跟他 那是什么求婚呀 我的天呀 他从他家里 把护口本偷出来了 让我也把护口本偷出来了 让我 就逼着我要去领证 就整个人一逼婚 我觉得太可笑了 咱俩关系已经这么僵了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 你说主持人 你说如果他要爱我的话 他为什么不跟我领证结婚呢 因为当时那种情况 我就只能用这个领证来 拴住他了 当时他心完全不在我这里了 我甚至 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在你这了 孩子你为什么还要 这棵树上吊死啊 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毕竟我就想跟他 长久下去 真的我特别喜欢他 明白明白 我现在觉得他真的是太幼稚了 就 我就 不爱就是不爱 谈恋爱嘛 我不再爱了 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人家嘛 对吧 我喜欢上了别人 或者说我没喜欢上别人 这都是你的自由 你们也没结婚 对吧 你跟他说清楚 可是我跟我的老板之间 没有关系啊 我没说你跟你老板 我没说你跟你老板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爱他 你跟他说清楚 你别再折磨他了 你会看出来了吗 就是一个年轻的 对爱情充满了 稀奇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对吧 对 其实你看按理说啊 我是觉得你也不喜欢我了 或者说我觉得你也不喜欢我了 但是我喜欢他呀 我就想跟他领证啊 对啊 你不是说他不喜欢你了吗 但是他还有那点心思呢 你怎么看过他还有那个心思呢 我就觉得吧 我就心里边一直感觉 他还是有那点 对我的之前有一些旧情那种 还爱他吗 姑娘说实话 还有旧情吗 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真的 我不想再为他这些行为买单了 他真的在我看来太幼稚 你还喜欢人家吗 买不买单的先不说 还喜欢人家吗 我现在也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哎 行吧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下面小伙子一个问题啊 你说你觉得他还念你的旧情 就是还对你有那么些喜欢的地方 那这所谓的旧情和喜欢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之前 我们两个就是特别聊得来 然后我也之前也打动过他 我特别关心他 你认为他念及旧情喜欢你的是你曾经对他的关心 对 然后还有一些 就之前我曾经一块没有多少钱嘛 然后他也赔了点小麦 对他的付出 对 这些你变了吗 我觉得我没有变 但是你觉得他对你的感情是有变化的 对吗 嗯 他为什么变了 就是因为他的领导出现了 嗯 不对 他变了是因为你 确实是出现了问题 在曾经他喜欢的对他的细腻的关怀之外 你有了变化 比如说你猜忌 发脾气 歇斯底里的想要去管束他 这些是他不喜欢的 但是因为我真的 穷小子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样留住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这要问你自己啊 他喜欢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穷小子的样子 这个没有变 所以他喜欢你的地方其实还在 但是你现在的种种行为 把你原来曾经打动他的地方 也掩盖住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自己的爱情 放到如此卑微的地位 因为一个自信的人 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他应该是看到 女朋友在工作中非常优秀 那同事对他很欣赏 你是开心的 虽然我现在只能送他一个暖宝 但我用心了 所以我觉得幸福 我也希望他觉得幸福 而不是看到别人给他 更贵重的礼物 你心生愤怒 其实我倒是真的觉得 你似乎也没有那么爱他了 你只是一个小孩子 想拥有一个 自己最真爱的玩具时的那种 强烈的占有欲 姑娘说我和老板没有关系啊 很正常 我完全相信啊 但是 当他送你那么大一棚玫瑰花 可能价值不菲 当他送你很贵重的项链的时候 你什么心情啊 就是当时 因为就是大家一块儿 给我过的时候 你直接回答我是哪种感受 我就是觉得很惊喜 很开心对吗 我没有觉得说说礼物 是怎样怎样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 很突然然后很惊喜 所以特别简单 对 在你现在对爱情和对生活的判断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一个人黏着你并没有你收到一份精美的礼物 别人对你的认可 让你觉得开心 他的年龄已经让你觉得有些不开心了对吗 我没有觉得就是说他就是在我这儿我觉得不开心 我也没有觉得说 你特别奇怪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如果你说真的是觉得他的这种一个暖抱给你带来的快乐 和那些所谓的首饰和鲜花不可同日而语 你干嘛收那些礼物啊 我们都在职场上工作呀 怎么没有老板送我贵重的项链啊 真的没有 从来没有过 老板就是老板 我们公司就是说 每个员工过生日都是大家一块儿 所以我在想说的是 他的猜忌固然有他过分的忌妒 但你也不是做的就无可挑剔 这不是人之常情说我过生日 我是一个好的员工 老板就要送玫瑰花和项链的 所以其实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那你为什么不去面对呢 你既可以等他成长 也可以选择自己更高的舞台 但是你要真实地面对自己 这样才对得住自己的内心 也不会伤害对方的感受 你越这样拖着 你对他伤得更深 而自己也更难从中拔出来 面对内心做出选择 对谁都是有好处的 谢谢 你们两个交往多久啊 也是快两年了 这两年都快乐吗 我觉得跟他在一块儿 我最开始就是觉得跟他在一块儿 挺快乐的 哪些地方快乐 他说聊得来是吗 对 因为他很幽默嘛 就很有趣儿 两个人很聊得来 就包括后来他对我也特别好 曾经也是换那羽共过 但是真的很感激他 在这段感情两年里面 他对你付出我已经听到了 你有对他付出吗 我也有 就是他那会儿从北京回来 他就跟我说 要自己先做点什么生意 然后他就逼着他爸妈给筹钱 后来他就从网上 就是进了好些那种文玩手串 然后就让人骗了嘛 亏了好几千块钱 我当时卡里边是存了 有六七千块钱 我就给他爸妈打过去了 我也不想说让他爸妈垫 我问一个俗气点的问题 所以你付给他的这个钱 跟他当初跟你患难羽共的时候 帮你抵的这个债 量轻了吗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 就是说抵这个真的没有 从来没想过 就是还他这个人情 对吧 因为我就是他的女朋友 我可以理解为 那是因为你爱他 对不对 可以这么理解 你有想过你们的未来吗 想过跟他结婚这回事吗 想过 多久之前想的 还是在最开始 就是两个人感觉特别好 因为后来真的是 有很多的变化 我再问一个直接的 你觉得他配得上你吗 或你们两个般配吗 我觉得两个人 如果互相喜欢的话 没有什么般不般配这一句 实话吗 是的 好 这些问题 我都帮你问完了 但是我觉得你配不上他 我也觉得我配不上他 你也觉得吗 你知道为什么觉得你配不上他吗 因为你心里太自卑了 你知道要拥有一个漂亮女朋友的必要条件 不是能送得起大把的花 也不是能够送得起项链 要拥有一个漂亮女朋友的必要条件 要个自信 他走到哪里都不可能没有男同事 所以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就是生不出这个自信来爱他 那么你配不上他 为什么要勉强他配你啊 这叫爱吗 你说我就是喜欢他跟我在一起 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这小朋友要糖吃 你既哭又闹 他也不一定要嫁给你 当时我有种想法 我就想自己创业 我去干一番大事业 我觉得男人嘛 就应该有胆量去干一些大事业 凡事都是呢 欲速则不达 你现在啊 连搞清楚爱情的真相是怎么回事 女人到底要什么都搞不懂 你还说 那我就争气啊 争什么气 我现在讲的话啊 就是一个女人都要的事情 我们就要一个男人 懂我 呵护我 信任我 你对你女朋友太不信任了 你不只对自己不信任 你也不信任他 在你的概念里 我是个穷小子 而他就是个 贤贫爱富的女人 请问你看得起谁了 你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把他看得很势利 如果你们的爱情就是这样 我也求你别再拖累他了 麻烦你放他走好吗 那才叫爱情 好 谢谢 谢谢康老师 你们保证接下来跟我的对话 是真诚的吗 可以 你喜欢领导吗 我对他没有任何的私人感情 工作就是工作 你知道领导喜欢你吗 我没有感觉他喜欢我 因为大家 你事实是真话 我说了每一句话表示真诚 我相信你不喜欢领导 但我绝不相信你 你不知道领导喜欢你 我知道 但是大家每一个同事对我都很好 我所指的欣赏和喜欢是那种喜欢 领导想追你 你不知道 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接受玫瑰和项链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只收了别的礼物 我不收这个礼物 他毕竟是领导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那到底是领导重要还是男朋友重要 是男朋友的自尊更重要 还是领导的面子更重要 这个是我的错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 他的自尊 是没有老板的面子重要的 我再问你 除去谁喜欢谁这些感情之外 就两个男人而言 你觉得哪个男人更优秀 是让我选择 就是我不是让你选择喜欢谁 我就说哪个男人更优秀 领导更优秀 对吧 所以如果抛去以前 你们所谓的供过苦 和两年的感情 重新打回原心灵 你选择谁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很单纯的人 领导是很优秀 但是我觉得 优秀归优秀 但是你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那边的话就心仰很多 可以了 我不去质疑你的那些话 我只看最后的行为 我们不能因为说 我们怕别人说 我们是个贤贫爱妇 不念过往的人 我们就说 其实我还不忍离开 其实你已经不爱了 即便不选择领导 将来的伴侣 也绝不可能是这个男生 你为什么不肯说出来 其实你现在 如果要真正地做出 对于过往情感的尊重 你应该说 我已经不再爱了 我们过去是有感情 但经过你一次又一次 对我的伤害和不信任 这种感情已经没了 你在他的公司门口 把他的鲜花甩在地上 当着所有的公司的人面说 你喜欢领导 同样的事件 在他所租住的那个寝室 当着所有室友的面 你也这么干过 然后到今天依然是这样 你的动机无非三种 第一 泄愤 第二 胁迫 第三 收复失地 泄愤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愤怒了 这种愤怒 其实是一种恼羞成怒 其潜台词 自无意识就是我当初那么帮你 我节一缩时 为你还钱 你怎么可以这样 第二就是胁迫 一个男人总是把过往 帮女人还过一点钱 吃了几根黄瓜这样的 所谓的恩情 老是拿出来说 说第一次是回忆 说第二次是胁迫 说第三次就是要债 你今天其实就是在要债嘛 然后第三就是收复失地 就是当对方默然承认 我错了之后 你再说行恕你为罪 跟我回家吧 其实你仔细想想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男人比我们优秀 我们不可能把他们 都当成是情敌 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要有给他包容的空间 当真正觉得自己 不如别人的时候 我们男人有的时候 拼得不是收入社会地位 拼的是爱他的一颗真心和担当 如果连这点东西都没有的话 你即便有钱又怎么样呢 所以今天不要再纠缠了 给他尊严也给自己尊严 你还年轻 提升自己就可以了 姑娘 说句不爱不会死吧 也没有谁会说你贤贫爱福 关键是要说真话 好 祝你们各自走好 在你的心里 在我们这些穷小子 没有自信的人的心里面 会这样吗 哎呀 我女朋友好漂亮 我配不上她 我建议更多的男性 从这个角度想 那个女人在那一个瞬间 是真的爱你 她爱你不是你的钱 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那个东西已经大于了 钱的意义 请你珍惜那一部分东西 恰恰这个东西 是被我们男人自己搞丢的 会这样吗 女朋友拿了别人 999朵玫瑰出来 我的天哪 哥们就拿了一只 怎么着 我就都觉得这只花 我都送不出手 所以我提醒女性 也注意这一点 温婉的处理是需要智慧的 大家来过生日 哎 等一下 我男朋友还在楼下 把男朋友给叫来 你只要正确地面对自己 不伤害别人就好了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谷放红糖 真情60秒 我之前做的确实有点过分 然后导致我现在有些不自信 我还是想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要那么伤心了 这些事情发生的 有些特别突然 咱们都没有想到 还是希望你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用更好的心态 更好的态度去面对你 然后我不会对你舒服那么多了 我在来这节目之前 我已经做好了 我要从这个公司离开的准备了 不要伤心了 因为我以后绝对会做得更好 我会给你表现给你看 给一个机会 女生你多纠结呀 你就面对一次又怎么了 如果你足够优秀的话 你又没有结婚 你经常会碰到更优秀的异性 来追求你呀 这是一个生活的常态呀 所以你离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你怎么去面对别人对你的追求 如果你有男女朋友的话 这才是处理问题的关键嘛 离开更让人快乐 所以其实嘴长在别人脸上 人也想怎么说怎么说 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你还要自欺欺人 你将来也找不到真正的爱情 来我们这儿不就是成长吗 好好想一想 就出来 不爱就别出来了 来 谢谢两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因为他太伤心了 他还是没有明白我的心 加油吧 谢谢你 请回吧 一段特别纠结的 年轻人之间的爱情 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 倒更好 真实地面对自己 应该会轻松一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陀余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晶云的网友提问 我和男友是高中同学 后来我去国外读书 我们开始异地 每次假期我都尽量回来 但男友总对我表现得 特别的不关心 也很少约我出来玩 但是我一回到国外 他就总会在网上黏着我 和见面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我还应该和他在一起吗 在异地恋当中 有些人是想你的时候就寂寞 但有些人是寂寞的时候 才想你 我觉得你的男友 应该是属于后者 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 绵绵保湿湿湿水呢 伊贝斯海绵霜冠闭 播出的要保湿伊贝斯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本节目由拍视频能赚钱的 火山小视频APP特约播出 那几天和股方鸿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鸿堂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你们